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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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太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考察队员们在御荣洞里 一共待了三十几个小时 对于在洞底看到的一切 大家在劳累之余都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这些奇特的洞穴沉积物 在其他洞穴还没有被发现过 不仅能为古人为何在洞穴居住建造庙宇提供解释 还为洞穴沉积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但是就在专家整理了探险队员们 在洞里拍摄的影像资料之后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御荣洞里有发达的地下暗和体系 为什么其中还会出现土层均裂的地带呢 专家说御荣洞里的情况非常复杂 这个洞穴和它所在的施加浅天坑成荫和外部岩层 以及山体环境都有一定关系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施加浅天坑这一带的地貌成荫 接下来还要对天坑周围的环境进行总体考察 施加浅天坑以北 长江的支流龙河蜿蜒流过丰都县城 这一条河流对于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两岸齐峰高耸 人文底蕴深厚 龙河河河河沿岸的一处景观 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 这些四方形的洞窟是古人用以安葬侍者的所在 它们处在相比于玉龙洞海拔更高的悬崖上 在龙河两岸 这样的洞窟最高的离地二十余米 最低的距离地面也超过三米 多达一千余学 构成了长江中上游重要的人类文化遗存 丰都一带衙葬的风俗 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 可见万刃绝壁上的洞穴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点 就职于丰都县龙河镇文化服务中心的林森 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 发现古人对于龙河芽木群的悬殖和开凿 与周边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芽壁它比较平整 是的 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基本打提它的芽木 它只是要修芽木 都要看这个山体不平整 这个地方的排水沟已经打好 它准备找摩西的基础 洞 这个大巨瘦家的洞都已经做好了的 在学者们看来 这些洞窟之所以开凿于此 是因为龙河两岸杀岩地貌广布 这种岩石软硬适中适宜开凿 古人在开凿洞窟的时候 会先凿出用以攀爬的脚手架 并且流出较长的排水道 保证洞窟的干燥 但是专家认为 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 崖壁墓葬和地下庙宇存在关联 无论是施加浅天坑 还是其中的玉龙洞 都可以说是自然界 多种力量联手打造的杰作 这个天坑受到了地表水和地下 和两种水系的共同影响 石灰岩和沙岩夹杂的特点 也导致这里的崖壁上 发育出了类似玉龙洞这样的阴阳洞 然而自然地理的成因 也没有完全解答大家对玉龙洞的疑问 洞口发现的窄墙 洞里建造的那些人类制造的木板 都提醒着我们这个巨大的洞穴里 一定有过人类居住的历史 那么当年人们为什么要选择 居住在一个如此危险的洞穴里呢 在我国西南一带 很多地方都有学居的传统 比如说您看这儿 这是贵州省的中洞苗寨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学居村落 人们借用天然的洞穴 遮风挡雨建村立寨 生活了数百年之久 莫非在施加浅天坑周围 人们还保留着学区的传统吗 牙墓周围的岩层 让考察组成员 基本对玉龙洞 是如何成为干湿分明的阴阳洞这一问题 有了全面的解答 虽然我们已经观察到 当地古人有过修建崖墓的传统 但是这些墓穴开凿的时间 比人类居住在玉龙洞中的历史 久远得多 据当地记载 玉龙洞中的人类居住 最早发生在明清时期 考察组进一步走访得知 地下庙宇的修建 可能和明清时期 湖广田四川移民文化的影响有关 最初来到此地的先民 为了藏匿财物 发现了通向洞穴深处的密道 并利用地下空间 藏身避险建造地庙 时至今日 虽然当年的密道已经无法寻找 但是随处可见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 这些散落在大山深处的特色民俗和建筑 或许可以帮我们探寻 玉龙洞地庙背后的自然和人文历史 在向导的带领下 我们转而开始 对施加倩天坑一带的明清建筑进行考察 你好 你好 我们听说你们家这个老房子比较有特色 就是过来看一看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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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房子是有多少年了 我们这个房子三百多年了 到我这儿已经是六七代人了 顶型的土家族风格的一个房子 你看像这边这个飞檐 这些都是土家木路的顶型的特色 因为当时这个土家族 住在这个山区里面 山高路不平的 所以说全是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子 就地取材 这个石狮子 这个都是以前损手工打造的 这个屋檐这个水滴下来 会把这个柱头会把它腐蚀掉 所以说下面专门做了一个相当于一个石堆一样的性质的一个东西 眼前的建筑形式 在丰东一带十分普遍 这是当地典型的土家族民居 整座建筑大部分采用木质结构 材料就来自附近山中的树木 这种房屋起居是位于楼上 便于房巢 下层则作为储物空间和家中的公共区域 房屋空间结构因地质疑 十分紧凑 这是厨房啊 我们这 因为这是山区嘛 冬天相对说比较冷一些 我们厨房啊 客人来了之后要烤火嘛 坐坐坐坐 好好好 这个土灶是吧 对 这个地方很少见了 这个我们叫火炉 它是一个是因为我们冬天嘛要烤火嘛 天哪 然后这挂着锅也可以煮饭 然后上面很可以熏腊肉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 这样的火堂在当地土家族人家中极为常见 这样的设计既能煮饭烧茶 又能为家人提供围炉相聚的地点 一举多得非常实用 在村民的带领下 我们看见了当地村落中最常见的几道菜 这是煮的这个粉条 煮的这个粉条 这也是烧那个烧柴花的吧 对对对 我们都是烧柴花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看吧 哦 就是土豆 土豆饭 土豆饭 对对对 将腌制好的肉置于火堂上方 点燃柏树的树枝 烘烤熏制 柏树独特的辛香气味 能使肉类夏季 文盈不爬 三福天也不会变质 当地人告诉我们 丰都一带天气潮湿 人们为了防止食物变质 或者发霉 经常采用烟熏 或者腌制的方式 让食物得以长时间保存 在距离都都乡 大约一百多千米的 小关山一带 则遗留着更为精致的 汉族民间建筑 两万余平方米的范围内 朱家大院 秦家大院等几座 具有代表性的古宅大院 组成的建筑群落 雕梁画洞 特色鲜明 朱家大院的 它的链住结构 跟我们其他几个院子 它有一些不一样 它就采用了这个笔帘室 所谓的这个笔帘室 就是它的前厅和后厅 它就是连接开来 就通过这些横方 来把它连起来 没有断开 这样来使得 它非常紧凑 它的整个顶部 前面这一块 这个厢房 和这边这个堂屋的偏屋 然后它是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整个的 它有前厅 中厅和后厅 包括我们左右相反 它全部是串联在一块的 挨着挨着的 在这个颇具规模的 古建筑群落中 周家大院对于丰都 有着深远意义 这个院落 以巧妙的方式 让宅院中的不同部分 相互联系 体现着山多地少的 丰都一带 建筑设计 因地制宜的智慧 远观这些古建 我们发现 它们的烽火墙 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 尼汉 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高高的 那个拱着的 这个是我们的烽火墙 墙头 像这种形状 它是叫做五月朝天 这个又是像一个猫的背拱 拱起来 这个猫拱背 那个烽火墙 叫猫拱背 就是那个墙头 所以说我们给人感觉 我们整个建筑上 又有点像灰派 又有点干派 它实际上是 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 包括我们重庆的历史 有六大移民 所以说在小关上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建筑的融合 这样一个体现 丰都一带 既有传统的土家族建筑 有不乏汉族移民修建的 深宅大院 多种建筑风格的杂柔 与当地的移民历史有关 大量从湖广行省搬迁而来的 移民定居于此 带来了原本属于 他们故乡的建筑和民俗 诞生于这些宅院中的生活 和饮食方式 直到今天 依然留存在丰都人的 日常生活之中 在丰都县城的街头 我们发现麻辣鲜香的食物 随处可见 漫长的时光里 食物香辣的气味 弥漫在丰都的大街小巷 已经成为当地人独有的记忆 在丰都一带 典型的美食就一个字 辣 火辣辣的菜品 构成了丰都独特的味觉记忆 也是当地人 豪爽好客的性格写照 当地人说 之所以爱吃辣 是因为这个地方降水量非常大 湿度太高 辛辣的食物 能够帮助人们 驱散寒冷和湿气 也有些生活在丰都的老人说 他们的祖辈 曾经住在洞里的潮湿环境里 当时的人们 也会在洞穴内部储存 类似辣椒这样的备用食物 据说那时候 如果想要进出玉龙洞运送物资 有一条密道可以通行 但是后来经过一次地震之后 人们就再也找不到 这条密道的入口了 这么看来 居住在玉龙洞里的先人 一开始很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 临时把家安在天坑洞穴里 但是他们后来发现 这洞穴内部不仅安全宽敞 而且保存物资很隐蔽 最重要的一点是 只有村里人知道怎么 通过密道进出洞穴 所以当地人断断续续地 在洞穴里居住了数十年之久 直到今天 丰都一带还保留着迁徙而来的 先民们留下的生活引起 在向导的带领下 我们从丰都县城回到了石家嵌天坑 据说这一带的山区 保留着许多人类生活的痕迹 在玉龙洞的入口 我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洞口 人们利用平整的土地 开发农田养殖牲畜 在洞内又可以遮风挡雨 躲避战乱 可见险峻的大山 未曾阻碍人类的生活 反而促使当地人 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 养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 在丰都一带的高山之中 先民们遗留至今的风俗 还有很多 每年中秋前后 是重庆市丰都县高海拔山区 各类蜜园植物的流密期 也是这里的高山丰龙们 收获的时节 有种花米 有种花米 其中的很多很多种花米 但是有一个清晰的气候 相当有环境 养蜂的老乡告诉我们 他们饲养的蜜蜂 对高山凉爽的气温 较为适应 因此 蜂龙们将养殖蜜蜂的地点 选在了高山之中 丰都陷进西南部的蜂蜂镇 生长着一种名为冷竹的竹子 在那里 人们编织竹席的工艺精湛 声名远扬 这里就是我们蜂蜂镇上 兵一个兵主席的张师傅 张师傅家 张师傅 你好 都忙着呢 张师傅呢 他是我们蜂蜂镇上 应该说是我们蜂蜂镇 现在还在做主席的一个老艺人 他从20多岁就开始兵主席 现在已经70多岁了 还在坚持 张茂银是波鸾主席 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他编织的主席 纹理清晰 细密牢固 张茂银一般选择生长一年左右 挺拔直立 且无疤痕 无虫蛀的棱竹进行编织 这种传统的主席工艺 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通过进一步走访 我们了解到 在战乱平溪的年代 这些产自高山的物产和手工制品 还能通过途径 丰都县龙河镇的一条古道 运输到外界 我们现在所走的 我们脚下这一条路 就是以前的岩马古道 现在我们正清房的 这个就是唐朝时候的 古岩道上的酸马庄 当时过往的客厂 在这儿休息的时候 就把马酸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是酸马庄的遗址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这条古道 被当地人称为岩马古道 对沿途各地的物资交换 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当年 从陆路迁徙而来的移民 正是通过这条古道 在战乱中顶居丰都 找到了得以其身的崇山峻岭 和平时起 他们制造的物资 又再一次通过这条古道 通往山外 换取生活物资 古道两侧 巍峨的群山 幽深的洞穴 曾经见证着 人类的迁徙和定居 当地人延续至今的生存智慧 也让丰都成为岩马古道上 山水齐绝 人文汇翠的一道风景 没想到 看起来难以与外界联系的 施加倩天坑 在古代 即使处在一条 重要的交通线路上 沿着群山之间的古道 在外界遭遇战乱的人们 得以在这里暂闭 修养生气 天坑底部深厚的土层 丰富的植被资源 也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提供了宝贵的食物来源 和安全的避难场所 不得不说 古道的延续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丰都的历史 也造就了这一代 丰富多彩的文化 花人崇尚祭祀的传统 在后世的诸多民间信俗中 留下了印记 当地人即使住在洞穴之中 也会为了祈福 修建地家庙宇等建筑 这些珍贵的洞穴生活方式的遗存 既反映出丰都地区独特的人文民俗 也显现出卡斯特文化的预众不同 与此同时 关于施加倩天坑的考察和研究 也将继续进行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